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和大家試新舖 不過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他都開了15年多 不過我們就沒試過 他一開始就是專門做外賣 就沒得做堂食 是近來才開始做一些 開始做原食 他主打有一些中東包、披薩 還有一些麻煮牛的沙律 他就是NEO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試一下 我們剛剛點了一些食物 我看他的菜單其實都挺特別的 就是一些很創新的Fusion 譬如說 菜頭、中東包、法立貝 然後來做P 用來擺P 還有裝模樣的 然後沙律和果汁都偏向於 無添加那種比較健康的飲食 我們待會看看他上來的菜是怎樣的 這間店是很細小的 只有幾張桌 但是他服務的姐姐很熱情 很有禮貌 還有我打電話來訂桌 那時候聽電話的那個姐姐 都是很溫柔的 我聽完他的聲音都很想快點來吃 就是有一種很舒服 很靠近的感覺 那時候給你的第一印象就已經很好 所以你說是私房菜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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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的性質 因為他們有一些 很舒服的食物 這樣 地方有小 好像給人的感覺 是比較私房菜的感覺 這個露筍 秋皮 靈芝菇 蠻牛 還有熟的三文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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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萬豬油和三文魚很有興趣 一個六十八塊的沙律 他很多東西選擇 我覺得份量不錯 你有沒有寫過飯 因為我們下面沒有點飯 沙律的堆得比較高 我們點了紫蘇汁 我第一次用紫蘇汁做沙律的醬汁 跟蘆筍秋皮的醬汁都挺合 酸酸的味道 我覺得挺好吃 慢煮牛 不太軟 我覺得蘆筍切小顆了 可以接受 吃到一些 蘿蔔仔 或者酸蘿蔔的感覺差不多 只有口感 就不會有很多草腥味 這個沙律 每樣的食材都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很難整體核一去評價 舉個例子 慢煮牛 我覺得是可以的 切得很薄 而且淋了一些紫蘇醬 我現在開始吃到有一點點味 把肉味調出來可以 但你說抽葵 三文魚 我就吃不出有什麼太特別的味道 好像清清你的口腔 之後你就可以吃什麼麻辣 中中包 這些餐前沙律 首先白蘿杯真的很麻辣 接著吃下去的餅底 首先吃到它 因為它是薄皮 所以烤得比較脆 還有它這個餅底是紅菜頭的Pizza餅底 所以它 我吃下去有一點點蔬菜的味道 口感是比較煙韌 雖然薄 但不是那些散的麵粉的口感 好可愛 好像在吃一些煙韌的餅乾 煙韌的餅乾 它這塊Pizza切好一條一條 每一條的Pizza裏面應該就有兩粒法納貝 外面就還有一些芝士 我好像要做清潔 很大個原隻龍蝦的中東包 我們叫了全店最貴 兩隻原隻龍蝦中東包就是208元 所以應該很足料 我現在拿起來裡面是很重的 你會看到 真的有很大粒的龍蝦蟹 那個蟹肉在這裡 然後還有很多菜 蕃茄 應該有些蛋黃醬 有雞蛋 這塊如果是做一個外賣 叫回中午去吃 我覺得應該都挺飽的 很豪華 而且它這個 同樣的中東包皮 都是紅菜頭的 所以又是紅色的 嘩 無從下口 嘩 進去的感覺 剛才吃到很香的 醜青春的番茄味 還有蛋黃醬的味 然後就 因為我未咬到龍蝦 所以下一步就是 它的中東包皮 中東包皮就比較軟 都是比較煙韌 和剛才那個筆薩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它們兩個 可能是同一種餅皮 今次我第一次吃中東包皮 其實沒有吃過 好像它也是用搓麵粉 那些的 因為我不是空胚 所以我不是好吃 但是它去到焗或者煎的時候 它的包會中間變了中空 突然之間有些氣囊 會鼓起身 然後冷卻之後 就可以剪開它 變成一個包 但是中間是可以裝一些餡 它裡面的纖維感 拉絲感很厲害 我覺得它的包 太甜了 它看不到 它什麼都看不到 它最後都是要分開吃的 吃到最後 我們看到 其實它的包裡面 最主要都是沙律蛋 就是混合了一些醬 在最下面那裡 就是面上 會放一些龍蝦肉 和蟹夾 所以其實吃下去 那個蟹肉的比例 其實不是很高 但因為它有很多沙律蛋 加上包 所以其實一份 如果你一個人吃兩隻 它絕對是可以很飽 你看到它 簡直想快點 剷掉那些菜 就可以吃到中間的蟹 它的包 其實真的是整個 龍蝦中東包的精華 好喝 就是它的口感 塗在中間的醬 加上外面的麵粉 配上那個餡 真的覺得很棒 它是用一個平面的流程 去吃這個包 第一集是吃沙律 然後那一集是吃龍蝦 現在我已經吃到這樣 已經沒有龍蝦 剪臭 沒錯 就是一層一層一層 就這樣吃了 它還有其他款式的中東包 是九十多元 我覺得那些一樣 可以吃到你這麼滿足 就像你剛才說 覺得中東包是一個精華 我都覺得Pizza包的餅皮 都是它的精華 價錢上面 它是龍蝦包的一半 兩人都有我很喜歡的 那種好像中東包 那種質地的餅皮 還有它那個凡立貝的馬 我都真的很喜歡 所以我會選擇 凡立貝這個Pizza 這間店是一個很好的特點 雖然它的價錢是不算特別便宜 但它每一樣東西的分量其實很多 而且沙律 我也覺得它 因為我們是點了 是蔬菜底 但是有一些一般的沙律店 它蔬菜底給你 下面基本上是生菜 就是生菜比較經濟一點 然後尺寸又很大 所以就可以咬很多位置 但是它的蔬菜底 是有很多種不同的蔬菜 所以我也覺得它比較好 我有一件東西要補充 它的沙律也有一件東西 我很喜歡 就是它會有糖糕 你可以捱的 因為蔬菜底的時候 我常常會有糖糕 是嗎 它這個很喜歡 但是很飽 真的很夠 最後賣單是519元 沒錯 原來要收10個服務費 我以為 我以為是不需要 因為它很小的 我沒想到要收服務費 是 它是私房菜 不是茶餐廳 很積極的 這間店 吃東西分三個時段 有五時 萬事和Happy Hour 菜單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等於是你三個不同時間來 好像去了三個不同的餐廳 不過我們沒有吃過 它那個Sat Dinner 就是晚上好像5點半 還是6點開始 到晚上10點多那個蝕瀟 它就專門吃不同季節的Sat Dinner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 真的是私房菜的成質 但是有些 價錢是有點貴的 但是它吃一些Fusion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自己再過來試一下 記得要佈位 它們好像都限定人數 所以不是說你想吃 說walk-in就有得吃 它應該是預了你來 才和你準備食材 還有它是分季節的 6月份之前就是春季菜單 應該過了6月就是夏季 是的 我們沒有吃過 如果有什麼東西 慶祝的時候才吃 因為吃五百 八十八塊 一位 然後還要另外加一 好的 我們今次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